准举行职 首都萨娜的广场进行彩排期间 突然传出猛烈的爆炸声 参与阅兵的士兵方忙就飞 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 爆炸威力很大 导致多人死伤 大批伤者躺在地下等候救援 部分伤者的四肢被炸断 有目击的士兵说 一个穿着士兵制服的袭击者 趁着大批士兵在总统府附近 广场为阅兵彩排的时候 引爆绑在腰道的炸弹 事发的时候 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都在现场 但是他们没有受伤 也门一个阿凯达分支组织 承认策动袭击 表明是针对国防部长 和军方高层成员 说袭击是要报复美国 针对也门南部武装组织支持者 而发起的胜战 又警告胜战只是刚刚开始 如果军方继续在南部 清招武装分子的话 集击会陆续有离 今次是刹那近年来 最血腥的自杀式集击 而当局就相信 引爆炸弹的是变截军人 不是武装成员 总统哈迪誓言 也门保安部队会更加强硬 和有决心去对付武装分子 亚洲电视记者 廖去军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